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乡亲朋友大家好 新竹县政府因应防疫工作 持续召开最新疫情状况说明记者会 有请杨县长针对新竹县疫情的最新情况进行说明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6月2号 我们本县有新增两个个案 一个是案9148 案9149 都是我们居住在竹北市的两位女性 大约是40出头 那第一个案例9148 它是本县确诊个案4733的同住家人 所以它是家人 在5月24日被匡列为接触者来进行隔离及裁检 当时的PCR检测的结果是阴性 5月30日个案开始出现发烧 核瘦 恕细节异常 主动通报卫生单位 以及就医裁检 6月1号就接候PCR检测的结果阳性确诊 这位确诊的案例 它因为是在居家隔离之中 所以它是并没有外出的 那第二例是9149 它是本县的确诊个案2010的接触者 5月16日被匡列为接触者进行隔离及裁检 那当时的PCR检验结果是阴性 一直到5月30日感觉到鼻塞的症状 所以它觉得是因为在冷气房的关系 所以它没有通报 但是这个个案在5月31日刚好就是隔离期满 它就戴着口罩外出 因为这个规定是可以的 因为它就变成了自主的健康管理 结果裁检的结果在6月1号通知出来了 确定是阳性确诊 这两位的确诊的CT值都是30.6.7 那第二位的这个 它5月31号起满 所以它外出就那么一天的外出 那它外出去的地方 活动的时事 早上的中午12点 它就到了第一银行 竹北市光明5街210号的ATM进领钱 那另外就到台湾银行的ATM 也是光明6路16号 然后再到国泰事法银行 在也是光明6路87-1号 都有戴口罩 停留时间是2到5分钟 那接着一点半的时候 它就到了加勒福 停留的时间30分钟 统一超商停留5分钟 都在光明6路 我想这个是它的活动的足迹式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5月31号它为什么可以出去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立即就向中央反映 要定出一个非常明确的 就是你在居家隔离的时候 你这个是不是已经确诊了 你如果没有确诊的话 没有一个最后的检验的结果 告诉我们的话 我们是不让它出来的 所以这一点我们请 我们的中央一定要一个明定 就是居家隔离满的时候 要有一个检验的结果来确定 这样才可以出去 我想这个是今天两个个案 它的源头我们都抓得住 那也就是因为家人 或者是跟原来的有确诊的接触的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个请所有的乡亲朋友特别注意 对这个确诊者 你要怎么样做好隔离 那疫情发生以来到现在 我们也发现到 怎么样的来帮助这些确诊者的家人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乡亲朋友 当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我们有个专线 来服务大家 就是03-5511-287 5511-287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专线 24小时来提供服务 那这个专线的话 那它服务的事情是非常的多 那我们在想 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所有的这些乡亲朋友知道 什么事情非常紧急的 你在一发生事情之后你要孤立无言 但是我们来提供最好的服务 所以今天我把这些特别的几个重要的 这个单位的负责人跟大家来讲一下 我们第一位是我们交理处的刘昌运科长 他的电话是0937-154638 就是对于这个防疫旅馆 你要订的时候要带订 一定要透过他来带订 因为这事件很紧急 所以特别请了我们的刘昌运科长 他来负责 24小时 好 第二位的话 是我们的社会处 汤绍棠副处长 他的电话是0932-239-836 他是对于这些居家隔离的一个特殊的个案 比如说他有些是独居的老人 或者低收入户的要送餐 如果他发生之后 也没有人或来不及通知 那他在居家隔离的时候 没地方吃 如果你相信没有发现到可以打来 或者本人 你发生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 我们汤副处长会来全力的来协助 好 谢谢 第三位 是我们环保局的萧红杰科长 他的电话是0965-071571 他是对于这个独居的居家隔离者 家中有垃圾亲愿的问题 你找萧科长协助 他就会帮你处理 我想这个让大家可以放心 不然你这个居家隔离者 这些的垃圾是不能随便丢的 你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萧科长联系 好 接下来是第四位 是加速防治所的彭震宇所长 他的电话是0932-592-065 他负责的是因为有居家隔离者 家里有养有宠物 需要协助偷养照顾 你就打这支电话 直接找我们捧手长来询问 那当然我们这四位是 特别我们把我们的精英 来特别来服务我们所有乡亲 让事情能够最快速得到一个答案来帮助大家 当然有关医疗防疫的相关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专线讯问 就是刚刚讲的5511287 卫生机在负责 那我想这个疫情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看得出来 在我们新竹县所发展的这些案例里面 大概都是有一个源头 所以我们希望都是因为同住的家人 这样来感染的 希望大家特别注意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我们不要把这个讯息 来做一些不正确的讯息 必须要经过过例 那希望有个正确的讯息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在记者会 就是要把这些正确的 或是怎么样来服务相亲的 我们有专人来专用的电话来服务大家 那我还是希望大家做好个人的防疫 你尽量绝对不要外出 除非有必要 这样的话这个病毒的感染传染 就会降到最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卫生局局长说明目前医护疫苗施打情况 卫生局说明目前医事人员施打疫苗的情形 那昨天有跟大家报告 我们8531位医事人员已经打了3609位 施打率是42.3% 那今天呢我们又提升了这个施打率 已经有累计大约4800人 那施打率已经提升到56.2% 那这两天呢 就会全数把中央配给的13100剂的新冠疫苗全数来打完 那今天中央还没有进疫苗 也还没有通知我们什么时间会进 以上说明 请农业处处长说明新竹县新农民市场销售情况及订购办法 我们新竹县有13处的新农民市场分散在我们县内的各乡镇 尤其是昨天开始我们传统市场用分流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全体的县民 也一部分分流到我们的13处的新农民市场去采购 因为我们的新农民市场分布在各乡镇都有 而且货源非常充足 尤其有地蔬菜 尤其目前宝山的绿竹笋跟五峰坚石的蜜礼跟水蜜桃都陆陆续续上市了 最重要的在宅经济的方面 我们各农会大部分农会都有成立在的群组在团购的方面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手指动一动 就可以采购到你们希望的一个生鲜蔬菜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欢迎我们全县的农友 能够多多利用我们的新农民市场来采购农特产品及 大家所需的民生用品 请产发出说明线上购物平台以及采购逐线良品办法 是的 有关于这个自从109年这个疫情爆发以来 那我们新竹县政府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购物品 我们新竹县的一个良品的部分 我们先做一个示范计划 首先就是跟乐天的购物平台来做一个合作 那将我们新竹县的良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示范平台计划 来推广出去 那我们经过一个一年的视线之后 不管是消费者或者是业者的部分 这个反应都非常的一个良好 所以说在今年初的时候 我们进入到电商平台2.0计划 我们扩大了这样子的一个举办的一个办理 我们跟台湾电商协会来做一个合作 分别将我们新竹县的一个良品能够扩大到PC Home 还有所谓的全球干载店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特别是像刚刚我们农业处 这边有提到整个农特产品的部分 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全球干载店的部分 它因为的能力技术都是相当的到位 所以说这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来跨境做一个行销 所以在我们目前的相关的一个资讯跟辅导的一个办法 不管是对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的业者的部分 都可以在我们新竹良品线上好理的这样子的一个网站上面 来获得一个相关资讯 不管是消费者或者是业者的部分 我们都会来做辅导上线跟购物的一个资讯 那以上是做一个说明 谢谢 接下来由我统一为记者做近日提问 自由时报提问 请问全县乡亲最关注的就是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 何时可以有疫苗可以施打 另外防疫工作不能群龙无首 请问县府团队施打了吗 特别是县府三长及一级主管的接种率如何 除此之外 除了竹北市的清洁队 其他12乡镇的清洁队 他们在中央的防疫规划中 可能会被归类在第几类的顺位 我们如果给清洁队员优先施打的话 要不要跟中央请示或是报备 请卫生局回答 那这几个问题 我一一来回答 那目前我们的接种的顺位 仍然是以医护人员为优先来施打 那如果是65岁以上的长辈 什么时候施打 这个还是要中央在疫苗充足 那他后续有做陆续的一个公告顺位 我们才能知道65岁的长辈能够开打的时间 那对于说我们县府团队 现在在施打的中央规划的顺位 是属于第二顺位的接种对象 那对于说防疫的消毒大队 还有第一线环保的清洁人员 中央也已经有公文函视 全数都纳入第二顺位的接种对象 以上说明 中国时报提问 请问先前长照机构工作人员 以及感染医院的医护是否已经接种疫苗 长照机构住民是否也会优先规划接种 请卫生区回答 这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就是之前我们的机构感染的这个医护 我们有去了解他们 有30位医护人员已经有施打疫苗 那第二个关于这个长照 住民 因为他现在是属于第六顺位的接种对象 所以如果刚才所说明的第一个问题 也是要等中央在疫苗充足跟公告以后 我们才能确定 谢谢 以上是今日提问内容 县长是否有其他补充说明 好 我们新竹县对于这个防疫的这些功能 一定对服务我们的乡亲 我们都是不断的在检讨 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发现的 你在居家隔离满的 那这个检验的结果还没出小之前 我们必须要不能让它出来 必须要是检验的结果要阴性之后才可以解除隔离 那这个跟中央的这个定的规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的马上请示 像这个就作为我们以后来知情的根据 那我们在检验中也发现到 这个被确诊这个阳性者 这确诊者 他旁边的这个第一圈的这个 跟他有密切接触者 我们要匡列为 居家隔离者 这些要怎么样来服务他 让他放心 我们政府的力量要介入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 除了卫生局的专案电话之外 那我们把相关的局数 我们刚刚特别介绍四位 我们用这四位同仁 他24小时开机就是要帮助大家 你碰到这个问题 你就打电话来 我们的人就马上给你服务 我想这是我们检讨之后 觉得这个必须要站出来 让大家了解 让大家可以来随时吩咐我们这些人来帮忙 那我们也发现到 所有我们这个确诊者都跟家里人 都是有关系 同住在一起的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求 你家里有人被确诊之后 你其他家人就必须要去快筛 这个也就是我们在6月1号成立 这个免费的快筛站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那我们一成立之后 我们就有23位来申请预约快筛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要符合这个规定的 你就来跟我们这个预约 预约的电话是551-8160 转258这个电话 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利用预约 只要做好这些工作 我们就可以断了它这个传染的链 我想我特别就这些说明 我们县府也会时常一直做检讨 让大家所发生过不方便的地方 或者不舒服的地方 我们做来检讨来做一些 把这个防疫的工作 跟服务相应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想以上是我特别做的这样一个补充说明 新门抬告谢谢大家 谢谢县长 疫情严峻时期 非必要请不要出门 并做好自身健康管理 更多防疫资讯 请锁定新竹县RNG 及杨文科县长脸书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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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